早晨六点钟啊 这个周六 大家周末好啊 周末好 这个 说说什么呢 说说我们一个同学吧 我们班 最漂亮的女同学 我用的词叫第一美女 我们那个班人也不多吧 30多个人 大概男女同学各占一半吧 一个 一个普通的中学 是吧 这个 这个女孩 长的就是 她不是那种姿色很出众 我们班没有什么太漂亮了 她就是属于长得挺甜的 然后两个小酒窝 就住在我们学校那个西墙外边那条胡同里 然后 也很可惜吧 所谓的红颜薄命 她 20岁左右 就去世了 而且她的死因啊 我在 一个不同的年份啊 不同的时间段里边 听到了不同的说法 让我很震惊 我们初中毕业以后呢 我可能 我想一想 初中毕业以后 我可能只见过她一次 是另外一个同学 姓于的 姓于的 一个满足同学 这个女孩呢 是一个大姓啊 是一个大姓 中国人说这个赵前孙李 周吴正王啊 或者叫前妻大姓 叫李王 中专毕业她不错 分到了税务局 税务上 至于她是哪个税务上 应该是她中专毕业以后 我再也没见过她 可能是1988年 我见过她 大概毕业两年以后 我见过她 跟那个 我们那个同学 住方家胡同里边的 姓于的同学 满足同学 去过她家一次 那会儿他们家 不知道还住不住 我们学校西墙外 那个胡同了 后来呢 他们家搬到了和平礼 和平礼 那个 现在的那个民族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 民族画报社 还有另外一个单位 国家民委 三个出版单位的 就那个 国家民委的 这个出版大楼 然后那条街 那是一个东西街 他们家在马路北侧 北侧一个楼房 那个楼房是临街的 然后有台阶 可以走上去 他们家可能就一层吧 我忘了 我们是那个姓于的同学 他谁家他都串 他跟谁都熟 谁家他都串 他都知道住哪 我不知道 是那个姓于的同学 带我去他家 是一天晚上去的他家 然后他父亲也在家 这个同学有个弟弟 有个弟弟 可能比我们小两岁三岁的 两三岁吧 大概两岁 他弟弟 我们也有印象 现在长相忘了 就是他弟弟也挺乖的 这个女同学也很乖巧 然后我记得 我是后转学的 后转学到这个学校的 然后冬天的时候 我们学校门口有卖那个包子 那个猪肉大葱的包子 特别香 然后有一天早晨起来 他也没跟我商量 没跟我商量 还给我这个这个 在给我这个课桌里边 还给我买了一兜包子 塑料袋装的包子 塞到我课桌里了 对我还不错 但是跟他也没什么来往 我这个人也属于那种 有的时候不近人情嘛 也不怎么懂事 也没跟他有更多的来往 然后这个同学 后来就再也没见过 然后这一晃多少年 一晃过了二三十年 过了二三十年 这当中我跟我们一个同学 姓马的 也是满族人 也住安定门内的 有一次 大概是九几年 九几年的时候 应该是九五年之后 我们那平房拆迁 从那个永定门外 又搬回安定门外的时候 有一次在我家附近 那个安外大街上 碰见这同学了 这个姓马的 马同学 然后他他说我要出国 我要去塞浦路斯 然后我说好啊 完了那个 我说我住哪儿哪儿 要不然上我们家 他说今儿没空改天 啊 后来过两天就来我们家了 还真巧 这个我这个人 有很强的直觉 然后那个 他说我待你这待一会儿 我就得走 我找我们哥们去 后来他一说 找他那哥们去 他也没行 他那哥们是谁 后来我马上说 啊 我有时候就是挺挺邪门的 我说你那哥们 是不是叫某某某 他说是啊 我说那是我小学的同学 他说啊 那是我们哥们 我们是 因为他后来 呃 他自己 我们这马同学 他办那种 培训班 他是中央美院毕业的 还是中央美院的研究生吧 好像是 然后那个 他就自己开这种美术教室 美术教室呢 也容易在报纸上登个广告 然后呢 在上有些小学呀 当然不限于小学啊 某些这个中小学租个教室 再招几个学生来 这就行了 这就开班 他正好就找到了那个 呃 呃 宫体 宫体那边有个叫东中间吧 还是叫新中间啊 新中间可能 新中间那个小学 正好我那小学同学 在那当体育老师 哎 这样他们俩还认识的 而且他们俩还都喜欢摄影 后来很多年 到现在他们都是好朋友 哎 这样 所以他就找他去了 哎 这样我们又串起来了 所以有时候呢 他们俩好喝两口啊 喝个啤酒啊 聊聊天啊 有时候离的也近嘛 我是不会喝酒 是吧 但是我我我会聊天 我喜欢砍 我属于见多识广 完了也比较热情 所以他们俩有时候喝酒 也也叫我也去 啊 我属于陪太子读书 陪着他们 然后呢 就跟他认识了 认识之后后来 我们也是很多年 一直有来往啊 一直有来往 有时候我去他家 有时候他来我家 有时候我们在外边吃点饭 就这种 后来有一天 我又去找他 他说我跟谁谁谁 有我们一个同学姓赵的 一个男同学大个子 联系上了 他说他在工商银行工作 后来我们这个同学 是在工商银行交道口 十字路口北边 路东 那有一个工商银行的 是储蓄所 还是分离处 我在那上班 他说他在那 还给我留一手机号 哎 我们的同学姓赵 他说 那我说你给我 我也跟他联系联系 他把他电话号码 手机给了我 然后我又给那同学打电话 开着我那个切诺机 到那个银行门口等着他 同学出来了 聊了会儿 聊了会儿 哎 说现在上班呢 改天 咱们那个把同学 叫上几个同学 咱们那个弄个饭局 咱们聚聚 好 哎 这么着走了 后来跟那同学 也一直有联系 那个同学家 就是安定门 环岛 这个往南 西南角上 头一间 他们家原来 自己有个院 后来给了他们家 几百万 拆了 那个院 现在变成了绿地 绿地和那种长廊 因为这是为 也是为了城市建设嘛 因为对面 东边就是武道营 武道营也有我们同学 女同学 中日友好医院的护士长 某一个科室的护士长 那一代全是我们同学 然后我这同学后来搬家 搬到旺京 在旺京四区 在旺京四区买了一个二手的三居 后来还是我帮着他搬家 我有牵头机吗 帮他搬点东西什么的 然后 后来 后来就就又聚会 又聚会的话 有一次就 很巧 有一次到北京某一个远交线 某一个远交线 某一个政府机关 我看见我眼前走过一胖子 眼前走过一胖子 我这个人记性真的好 那个胖子也是我们初中同学 他不是我们东城的 他是西城的 他们家是住西单 住西单 他是在我们学校 某一个老师 是他亲大爷 他呢 就到我们学校来 就算戒毒吧 还是怎么样 反正在我们学校 他没等我们初三毕业 大概初二就走了 这同学姓刘 后来去日本了 很多年啊 从初二以后 应该是1987年 我再也没见过他 隔了将近三十年二十多年 他跟我眼前一走 大概也就是两秒钟 我马上反映出来 他的名字 然后我就过去叫他 还果真是他 然后我就特别高兴 我就把这个约了几个同学 我们在东智门外 一个什么饭馆 那饭馆好像字里边带个红字 现在忘了 也都六七年七八年前的事了 我都忘了 在一个饭馆 然后好像离那个鱼洋饭店 离鱼洋饭店呀 离澳大利亚 加拿大使馆都不太远 反正东智门外 十字坡往东 胡家园 原来叫胡家圈 胡家卷 再往东 那胡家园小学都是我客户 昨天晚上睡觉 又想起来南城脚门 脚门那有我的客户 供电局电缆管理处 还有那个中国残联康复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这原来都是我客户 我也是这思绪万千 也都是在回忆当中 然后这个就聊天聊天 就聊天当中 这个姓赵的这位 姓赵这位这时候已经调到东智门外附近 一个工商银行当副行长了 还不错啊 升的挺快的 我这同学 后来他就说我们那个女同学 就是我们班那个所谓的第一美女 最漂亮的 不是很出众 就是长得那种挺甜的 两个小酒窝 他说你们知道吗 他也是撇 同学之间都是撇 那天我们都是男同学聚会 他说那个还跟我谈过恋爱呢 说那个初中毕业以后 我还跟他搞过对象 还说了我们班另外一个姓关的女同学 姓关的女同学 也跟他搞过对象 后来还跟那个姓关的女同学的妹妹 还都好过 反正我们这同学是 长得也高 一米八几大个 反正也是口弱悬河 也是口才也棒 然后工作单位也都挺好的 所以他把我们好几个女同学都都都都谈恋爱吧 然后这女孩 哎呦我也不知道啊 因为很多年没联系了 我这方面挺挺挺木讷的 反正完了上学的时候个子也矮 也不是太以人注目 某些方面还行 学校的广播站啊 播音园啊 演个小话剧啊 啊这个地理历史竞赛啊 呃绘画比赛啊 画公笔画啊 我是这方面 但是那那方面什么这个这个这个男同学女同学什么搞搞搞对象啊 谈谈恋爱 这方面我是不太开窍 甚至有女同学什么对我什么的话我还跟人发横 我还骂人家 我还跟人家翻脸 我是这么一人 就是有点不合时宜吧 情商低 说白了情商低 我们这同学属于情商高 后来这个这个工商银行的行长 我们的同学 哎呀 取了一个通州的通县的 比他小好多的 后来生了一女儿 后来我还去过他家啊 去过他家还吃点饭聊聊天 后来后来这我们的同学外边又找人哎呀又找了一个东北的又年轻好多的这家外有家这个家里边红旗不倒家外红旗飘飘他又搞一个啊那个那个媳妇我也见过 因为这同学呢当银行的行长吧后来成为我的客户有的时候呢有些东西我就送他们家去了也不得不做这些事啊 哎呀他就说 但是后来他就说一件事 我很震惊 他说他跟谈他跟他谈恋爱吧 我觉得倒也正常 因为那个我说住五道营胡同那个 在中日友好医院当护士长那个 他跟他谈过 他跟他谈过 他有跟这个谈过 然后他又跟其他的那个姓关的 姓关的好像也是满族 对我们班应该有八个满族 八个啊 对这姓关的同学我给他忘了 因为那女孩挺傲的 确实长得也不错戴个眼镜 白白净净的 但是他挺傲的也不跟不怎么跟男同学说话 像我们那个八十年代中期 也不是很开化 这一个班也不是男女同学那么的热乎 尤其对于我这样的相对老实八交的人吧 我们也不是说找着女生老去聊天 对对对有八个 本来我要做一期节目 谈谈这个老北京人里边的奇人 或者我同学里边的满族 本来要谈谈这个 我同学里还有维吾尔族的姑娘 这个还有回族啊等等的 然后这个同学 我们这个银行行长的同学 跟我说了一个消息很震惊 他说你知道吗 他说那个女孩 那个在税务局工作的女孩 很多年前 大概她二十岁左右 出车祸撞死 哎呦我是是吗 我这脑子里回想起来那句话 叫红颜薄命 真的是红颜薄命 我们这个女同学呢 她比较的 应该叫早熟吧 后来跟 跟我们班另外一个男同学 那个男同学长得特别漂亮 个子高 瘦 然后那个眼睫毛还长 有点女性化 那个男同学姓瑞 一个很很少的姓 上面一个草子头 下面一个内 河南省 山西省 山西省运城地区 有个瑞城县 他就是那儿的 姓瑞 在那之前我也不知道有姓瑞的 他是我初中同学 后来他们俩还约会 结果被同学举报吧 还是被老师发现呀 还把家长请来 所以有一段时间 我们班请了四个 还有一位姓关的 满族 关尔加氏 或者关特拉氏 还有一位姓仁的 男生 住在西营房 安定门外 这个上龙 西营房 还有这个 我说这位撞死的 出车后的女同学 还有那位姓瑞的 男同学 他们四个还请家长 那会儿这就属于大逆不道 其实什么都没有 就是放了学 在学校外边某一条胡同 或者某几条胡同 在一块 一块走 说说话 也仅此而已 但是那个年代 就是完全是一种 叫什么 就是上纲上下吧 就是那种特别的能装 特别的那种禁欲主义 我之前 我在这个学校 我是后转学去的 我之前是二十四中 东堂的胡同 一个女同学 输了一个马尾巴 那种马尾巴的那种发誓 老师就给轰走 非让他 竖成刷子 大家知道刷子吗 竖成两把刷子 才回来 你这个发誓就不行 我们那个二十四中的 那个班主任姓郭 叫郭凤册 郭凤册 特别左 我上课 趴了一下桌子 马上把我妈 请到学校来 后来我在那学校 也干 不叫干啊 就上了一个月的学 就转学到这个学校来 然后我就觉得 哎呦 那女同学死了 出车祸死了 我很震惊啊 那么年轻啊 二十岁左右 红颜薄命 单位也好啊 税务局的 应该在 他去世前两年左右 我跟着那位 余姓同学 去过他家一次 晚上好像还停电 是吧 在人家也没待多长时间 跟人家也不太熟 然后他父亲啊 什么的 对我们也没那么热情 然后就大概待了 有十分钟 二十分钟就告辞了 从此以后 这个人就 就可以说是叫什么 天人两隔 阴阳两隔 这人就不存在了 红颜薄命 然后 这个时间啊 又过了可能一两年 然后我们就搞了一个同学群 就同学说让我弄一个群 因为我喜欢张罗嘛 大家伙是我 我给大家喘起来的 基本上啊 我也是到处喜欢啊 同学们聚一聚啊 我跟同学聚啊 很多人 很多人跟同学聚 是为了做生意 是吧 做生意 或者呢 说句不客气的 叫搞破鞋 有的呢 同学之间 过去呢 互有好感 曾经暗生情愫 或者上学期间就谈过恋爱 然后过了很多年 有的又真是旧情妇人啊 我真的没有这目的 我没有这目的 而且 我也没有商业目的 我说这个银行 这个当行长的同学 是他主动找的我 他主动找的我 是吧 因为那个饭桌上 我给大家拿来的酒 那个酒呢 市面上很少有卖的 但是是在四川 呃 大义 就刘文采那个地儿 真的是好酒 好酒 好酒呢 是 是别人欠我钱 抵债 给的我酒 我不想要那酒 我想要现钱 他给不了我 他抵债 所以的同学聚会呢 我呢 不会喝白酒 那是某一个品牌的白酒 现在那个酒在市面上没有 就是一个小酒厂 但是 喝的不错 我 我不会喝白酒 我顶多喝一杯啤酒 所以呢 我给大家伙拿去 让大家伙喝 然后他们喝了之后 说不错 他呢 银行行长 他有权 他喜欢喝 那哥们 我要说他酒腻子吧 有点过了 反正他喜欢喝两口 所以他有权利 他一句话 要几十箱 这 去吧 去了就就报销 连发票都不要 是吧 他有这权利 所以呢 是吧 所以他主动找到我 我还不太愿意 当然我之前 在我二十出头的时候 这个 以这个总政大院 以这个总政治部的这帮家属 子弟为主的这些同学 那我是主动 有的是主动找的 上人家 那会是一开始给我给公司干 给公司干 每个月要求完成一定的销售额 有压力 找到他们 后来的客户都是我自己找的客户 所以这同学跟我说这事之后 我刚才有说我的原则 我一再标榜我的原则 我是一个好人 我是一个正经人 正派人 我是一个 把事情分得很清楚的人 包括我也跟一些什么 中央国家机关的副部长 这个国防大学的少将 在一块吃饭 我从来不跟他们谈生意 是吧 比如说咱们谈这个文学 谈这个国际关系 谈学问 就谈学问 我是这样的 我是分得特清楚 我不掺和 我不想让我自己活得累 又扯远了 接着说 后来我们同学就搞了个群 搞了个群呢 就是人越来越多 有的今天 他又跟某某同学联系上了 因为同学嘛 上学期间有的关系走得近 有的是住得近 有的是坐公交车 或者怎么样 就碰见了 又拉同学 又拉进来一同学 拉进一同学 上学的时候呢 这同学是一玩闹 这个玩主 今儿跟这打 明儿跟那打 个子也高 嗓门也大 这个 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 他本来姓孙 他住东宫街 有东宫街 西宫街 我们是分子厅嘛 然后那个 他住东宫街 跟我们的 原来的 另外一个班的班主任 也是我们的地理老师 王老师 还有我们的这个张老师 教我们语文的 那有一个东城区教育局的宿舍吧 他们都住那个胡同里 那旁边 对 分子厅 小经厂南口 有一个东城区教育局 什么装备 装备供应处 还是装备什么中心 那原来也是我的客户 然后把这同学找来了 然后我们又不断的组局 是吧 饭局嘛 酒局 这个这个聚会 不断的组局 后来把这同学叫来了 叫来之后 他也知道 那个女同学 因为他们住的很近很近的 但是他说的那个 这女同学死 这女同学去世的版本 和我之前的那个 跟他后来谈过恋爱 那个工商银行行长的 又不一样 工商银行的行长 只知道他出车祸了 开车撞死了 但这个同学说了一个说法 很惊悚 说我们这个女同学 可能有 因为税务局嘛 涉及到钱 说有不清不楚的地方 另外她的意思 说这个女同学的死 似乎啊 是她自己要死 那么就是自杀 哎呦 我觉得也挺震惊的 挺震惊的 如果说一个20岁左右的 像鲜花一样的 这么好的年龄 如果说你一时 一时可能鬼迷心窍 或者是见财忘义 见利忘义 或者是觉得有机可乘 或者是那种侥幸心理 说你贪污也好 说你侵占也好 不知道多少钱啊 也许没多少钱 在那个年代 1990年前后 那会儿 即便有人交税款也好 或者单位的公款也好 应该没多少钱 事情如果摆不平 是吧 要不然你退赔 是吧 要不然你跟领导赶紧去认错 是吧 如果检察院介入 最后把你那个积压 最后给你走法径程序 你大概也就 也判不了几年吧 大概最多最多 十年 比如说严重 你30岁 是吧 一般现在人呢 活个70多 活80 你还有很美好的生活 你何必呢 当然我不是他 我跟他也不熟 是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把自己的命都断送了 所以他说到这个结论的时候 他应该更清楚 他们离得特别近 我真的很震惊 真的很震惊 就是还是想不开 还是想不开 是吧 可能其实他还是好面子 就是传统的中国人 不是像现在这些贪官 这么的不要脸 是吧 一贪污的几亿 几十亿 可能还有几百亿 几千亿 贪污这么多钱 然后还痛哭流涕 我对不起党对我的培养 党培养你是为人民做事的 是让你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当人民公仆的 党培养你是让你贪污腐败的吗 是让你睡别的老婆 睡别的闺女的吗 对吗 是让你这么的飞扬跋扈 草菅人命的吗 绝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同学就是税务局的一个普通小干部 他也是为了他的脸面 还是要脸传统的中国人 对吧 来说到这儿 咱们再说什么呢 这个 大概是 大概是13年左右 13年左右 有一天我父亲突然间不好受 在中日友好医院 到那个抢救时抢救了 后来说是父亲心脏有了毛病 好在做了搭桥和支架手术 没在安真做 安真这个收红包收的厉害 而且不好好给看 虽然我的表妹夫还在安真医院 但是风气真的是不好 后来转到了清华 清华的华信附属医院 就是原来的九仙条医院 院长叫吴清玉 是从府外过来的 是被挖过来的 非常连接 那个医院风气非常好 没有任何人收你红包 从院长开始就不收 然后当然 这个清华大学华信附属医院 附属华信医院 原来的九仙条医院 原来出过丑闻 在吴清玉去之前 出过大丑闻 他们那个支架 还是别人用过的 旧的支架 愣给人家安上了 报纸上都揭露过 当然这是 这不叫后话 这叫前话 我说一下历史的 或者背景的 这种知识的回顾吧 给大家分享 然后 然后呢 这个 我父亲住院很成功啊 后来又多活了 七年多啊 这也是后话不提 然后就是在这个 安真医院抢救室的 我父亲在那躺着 我跟那陪着 旁边床上一个小男孩 也在抢救当中 后来我知道 事实上后来我知道 他当时已经死了 但是单位把他送来的 还在抢救 我当时注意到 他的手指头都变黑了 他服毒了 喝农药 服毒了 这个小男孩 就是我们家附近 安定门外 总证还是总参 应该是总证系统的 某一个干修所 家里边是不对的 但是这孩子 有点不幸在哪呢 从小他性格有缺陷 父母离异 就是离异的家庭啊 我们中国人常说啊 我还是传统的中国人 中国人常说 宁差十座庙 不破一门婚 就是说这个婚姻啊 家庭啊 你一旦建立了 这个也难免磕磕碰碰 你像我们常说 我们父母那一辈啊 或者叔叔大爷这一辈 经常说两口子打打闹闹 又吵又闹 也一辈子也过来了 但是他不离婚 当然现在啊 听说北京市离婚率 达到48% 实际上感情破裂的 这当中不是全部 有很多人是为了买房卖房 这个规避法律的规定 这大家都知道 这个 但是现在总体上48% 东三省都超过50% 是吧 全国 全中国离婚率都非常高 西班牙的离婚率也特别高 我一个朋友 他西班牙语特别好 他是北京大学 西班牙语专业毕业的高材生 他在这边将近20年了 他跟老外交流 完全没有语言障碍 他说他们楼上的老外 全离过婚 当然我觉得可能 这个全哈 可能代表90%了 也可能有10%没离 但是基本上 就是这个状态 然后这个同学 不是这个同学 就是这小男孩 我看见他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死了 但是还在机器 还在救 手都是黑的 喝农药了 他在哪 他就在安定门立娇桥 安定门立娇桥东侧 马路北 公交总站 那时候好几路的公交总站啊 具体哪一个我不记得了 他是那的售票员 售票员啊 售票员有可能有机会黑票款 其实黑不了多少钱 一个售票员卖票的 那会儿穷 也真的 在售票员当中 这个 就是黑票款 是很普遍的 这个我知道 我另外一个朋友 也有这个小小的毛病 他们公交公司有一个 内部有一帮人叫急查吧 不叫督查 应该叫急查 还是叫河查 叫急查 他们就伪装成 伪装成乘客 来上你车上 看你撕不撕票 是吧 你那票根 是吧 你卖一张票 应该撕一个票根 是吧 那会儿他们拿一个 红蓝铅笔那一抹 把那票给人家 有的不给 因为好多外地人来北京 他不懂 那会儿的人很少出门 有的人真的是 没见过世面 还是挺傻的 他们骗这外地人 上车买票 多少钱 两块 可能一块要两块 然后不给撕票 他们查 把这孩子查到了 当然我说都零几年了 我说我那个哥们 那都是八几年怎么干 这都过了二十年了 还怎么干 有点太low了 这孩子呢 家里边是部队的 然后呢 一般部队的孩子吧 他们喜欢当兵 像我的小学同学 至少三个男同学 后来也都走上当兵的道路 俩都是低层军官的 那个子弟 那就是当兵 另外有一个张树田 总政的副主任上将 他儿子 我同班同学 后来都混到大校了 跟他爸一块 全给双规了 前几年 前三四年前 是吧 四五年前 所以呢 他们喜欢当兵 这孩子也当兵 到石家庄当兵 其实我跟他不认识 我跟他不认识 我后来为什么知道这么多 因为他服毒了 服毒之后 单位把他送来 是单位的人在外边陪着 抢救室外边不是有那个长椅吗 我陪着我父亲 有时候我累了 也到外边坐一会儿 跟那个人聊 我问那个人 那个人告诉我的 我记忆力又特别好 所以十多年前的事 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的 然后那孩子 石家庄当兵 回来分配到 分配到这个公交公司 当受费员 他黑票款 被急查的发现 发现之后 单位领导找他谈话 他还不承认 后来他想不开 他认为是不白之冤 他认为是不白之冤啊 然后就喝农药了 可能滴滴味 独生子 而且他是父母离异的 离异的孩子就不正常 我们一个街坊 姓汪 他老婆姓赵 这个姓赵的这女的 他的亲外甥女 住安真里 安真里 安真桥以北 也是一个问题女孩吧 也跳楼自杀 所以这男孩 就死了 是吧 所以说很多事 我觉得真的是 是吧 不明白这些人 为什么想不开 像我那同学 税务局 可能几百块钱 想不开 应该是他自己开车 所谓车祸 就是自己开着车 可能 自己撞的 也许是没开车 我现在不知道细节了 原来听说 最开始听我们那个工商银行行长的同学说 说他是好像去外地 好像是去外地出的车祸 去外地 应该是开着车 现在后来又听到那个同学 那个同学外号叫马户 大嗓门 马户 加起来不是驴吗 是吧 郭德纲不是说这鱼签 驴签 驴边 马户 挤的鱼签 我们的同学外号叫马户 他有说他是自杀的 所以 这个珍惜生命啊 是吧 好了 就聊到这啊 然后那个 我待会啊 那个吃点早点 再跟大家聊别的话题啊 我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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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